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忍心打扰她 拉起一边的床背小心地给她盖上 看她睡得香甜 她的嘴角也扬起了微笑 随后刚打扇轻声出去 不料传来了她的声音 嗯 大人 路易的脚步即刻停了下来 莫不是刚才吵到了她 她已经很轻了 这样还会吵醒她 她转身看去 却只是她的梦话 这女人不仅贪财 而且还贪睡 如果是从前 她一定会把她给一把拎起来 可是现在 她也只是笑笑而已 半个时辰后 远近夏迷迷糊糊地被院子里的声音吵醒 边起来边抱怨着 哎呀 谁打扰小爷没梦 她刚刚还梦到和她的路大人恩恩爱爱呢 这倒好 全没了 想到这儿 她就来气 穿好鞋子就下了床 刚一开门 这场景却让她将刚才的话都抛之脑后 路易的一套套功法 舞得真是刚劲有力 出神入化 让她不得不再一次对她泛起了花痴 眼睛下靠在门边 看她看得有些入神 路易着一身天蓝色内衬 加一件深紫色纱绸外套 随着她的挥洒自如 秀发在风中凌乱的有些柔美 是任何人见了都为之清新的男子 正看得起劲 路易忽然停下手中的动作 将头一撇看到了顿门角的她 吉祥 收拾一下 一会儿跟我去探探口风 啊 哦 好的大人 稍等片刻 吉时上热热闹闹 人来人往 不愧是天下第一凡雄俊逸 这繁华与京城也别无二般 大人 你既然让层服去探 为何还要亲自来呀 这是她心中的疑问 路易一般让层服去做的事情她都能够完成得很好 说白了 层服简直就是万事一点通 可这次怎么去 莫非 大人 应该不会是怀疑层服了吧 不会吧 他那么实在一个人 也不会做什么乐曲之事吧 你倒是很了解她 路易牵着她的手边走边说道 人惊吓猛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才恍然大悟 她竟然一时忘了路易是大名醋王 听她刚才话里的意思 肯定是误会了什么 哎呀 没有 大人 我这不是好奇吗 好奇 这话说的让路易又享受了她这只野猫 这么长时间了 她还改不了这好奇的毛病 这若是在职场官员里 早就被谋杀千百遍了 只是现在的她 更想保护好她 若她当捕夸好奇心众 那她便一直守护 陪伴她左右 这是身为路易对袁金夏之责 好了 这个给你 袁金夏看去 只见路易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件东西 是绿色圆环形状的项链 晶莹剔透 突显出她的纯洁与高贵 此物为翡翠玉隐环 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你素来害怕鬼神之说 就算逢凶化吉 遇难成效 也只是你的一番说辞 想了很久 决定还是这个适合她 想起之前一起破案时 她那吓破胆的样子就好笑 她还注意到了这些 袁金夏忍不住又一阵暗息 那她是不是可以认为 那个时候的路易就已经开始对她有益了呢 哦 好吧 大人此番送我这玉佩 我一定会日日佩戴在身的 她整日作贼作章的 平日也很少穿戴什么 如今路易送她链子 无非就是怕她受伤 害她担心 她的心她又何尝不知呢 在此之前 她送她手链 又送她簪子的 如今又是这翡翠玉银环 虽然她远近夏爱才 但着实让她心里感到不舒服 路易看她的样子 眼眶里貌似又泛着点泪光 一双水淋淋的瞳孔 与这玉银环倒起为相似 她看着链子看得出神 云雀桃花簪 雀凌驾于桃花之上 只愿我为雀护你一生桃花 你既知我意 便不要什么事都冲在第一刻路 就算为了我 再小心一点 好吗 好 她的眼神带着感动 雀也带着几分坚定 这是对她的坚定 和对她们之间感情的坚定 两个人手牵手 走在这热闹的街市上 心情也随着此刻的环境 一下子开心起来 就在此时 一个不知道哪儿飞来的石头 向他们袭来 路易瞬间拉开惊吓 一手接过石子 再看去 一个熟悉的身影 又快速消失在人群中 用纸包裹着石头 是一封信 明日午时 春风楼一约 落笔毛海风 毛海风 他还活着 袁金夏不可思议地看着路易 严家的事情一解决 他不是应该立刻被问斩吗 怎么会 他买通了看守 逃了 路易一边说 一边又想着什么 毛海风脱身之后 没有即刻起身回东营 想必就是在朝廷有勾结 看来 这次他是跟着他们一起来苏州的 那大人决定好 要去赴此约了 当然 我和他的事 还差一个了断 刚解决了这件事 又一个熟悉的人影 在人群中晃动 路易的眼神没有离开他 袁金夏见词也跟了上去 他顺着路易的目光看上去 那是三寿 要说他逃脱了 我还可以相信 路易说完便追了上去 作为道士 各种致人与死亡的药物不计其数 他宁愿相信是他杀了锦衣卫的人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手下被人收买 而被信弃主 政府司是锦衣卫的地盘 北政府司负责抓人审讯 南政府司负责 计法律令 这些锦衣卫都是他父亲陆婷 亲手带出来的 他怎么也不相信是父亲的管教 出了问题 大人 袁金夏也即刻追上去 三寿仅因路易叫了他一声 便匆忙逃走 而他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面前 以他的武功 制服三寿不在话下 可两人交战之际 路易被偷袭白色的粉末 在空中蔓延散开 三寿落荒而逃 袁金夏赶到时 路易已昏迷 他闻了闻地上的白墨 是一种熟悉 却又叫不出名字的药物 但他可以肯定 绝不会是蒙害药 袁金夏强壮镇定 浮起晕厥的路易向客栈走去 他要去找玲玲 线下只有他能救他 大人 你方才还要我运势 不要总是冲到第一个 可大人自己为何要犯呢 锦衣卫 锦衣卫就无所不能吗 大人 你放心 你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玲玲一定会救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